是的,这就是虎皮兰的花 它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会开花的 单看一朵,仿佛是缩小版的浅绿色百合 弯弯的花瓣鹅螺多姿 显细的花丝拖着花药 中间的一根花柱顶着柱头 理论上可以结枝 它的花是成串的,二三十个长剑 据说最高的花剑可高达一米多 我这个算是很小二颗的了 糟糕 不小心把花剑折断了 好吧,拿在手上看,也许更清楚 这一颗去年就开过花,今年又复花了 虎皮兰是有香味的 我感觉不是特别强烈 甚至有点清雅药香,还挺好闻的 其实我并没有追求开花这个事 这盆会开花确实是有原因的 我有好些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虎皮兰 大部分养在室内 室外也有三四盆 用的是特别兰的养护方式 十天半个月浇一次水 冬天甚至一个月才浇 也基本不施肥 春天时想起来就放一颗这种钉子肥 想不起来也就算了 虎皮兰非常皮实 对这样的懒人养法并不计较 无论室内室外都活得不错 我是一周前发现这盆虎皮兰又抽花剑了 实际上除了这盆 其他的都没有开过花 我查了一下 虎皮兰是在受到轻微且持续的压力时 才会产生花剑 英文说的是Mildly and Continually Stressed 这盆虎皮兰是养在室外 有遮棚的露台里 冬天最低温0度左右 春秋冬三季都有阳光直射 岁月底开始才有遮阴 所以我觉得充足的阳光 应该是它能够开花的主要因素 另有资料说 开花的虎皮兰往往是根系满盆 这点从我这盆这样密集的叶片来看 应该是印证了的 其实种植界一直有一种共识 就是根系长满花盆才会开更多花 所以养花并不需要经常换盆 如此看来养得够久 让根系爆盆 再加上并不太毒的太阳直晒 应该是更容易粗成开花 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虎皮兰开花 不妨在正常养护的情况下注重这两方面 另外理论上来讲 稍微加一点零钾肥肯定也会有所促进 都说虎皮兰开花比较罕见 遇到就是好兆头 那么看到这期视频的你 也一定会好运连绵 深财旺财 健康长寿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